這16例當中的廠牌分別有7例是輝瑞 那3例是嬌生 3例是莫德納 還有3例是AZ 所以整個各種的廠牌的疫苗 其實都有可能會出現突破性的感染 今天這公佈的12例當中有3例是打了兩劑疫苗後突破性感染的DELTA 那確實都是接種莫德納疫苗 剛才講那個莫德納病毒的報復率就是33% 這就是現在目前第一代疫苗它都是根據這個武漢的延始 所以目前來講它遭遇到這些變種病毒 那現在目前變種中做的比較多的效益都是在阿發變種病毒 那影響不大 不過這些DELTA病毒 其實MRNA疫苗也好 一件疫苗也好 其實都會影響蠻大的 DELTA病毒這以它的這個穿透力、傳播力 過去在年輕人抵抗力和傳播力 它可能跟我們的這個年輕人的這個呼吸道的這個細胞結合的人力沒什麼強 DELTA病毒改變了 它結合的人力變強了 它的變異點就會讓它結合的人力變強 不代表它沒有辦法 它其實還是有一些比例會產生疫苗突破性感染 那尤其像美國這種新的目前 沒有打疫苗還是很多 就容易造成 更容易造成疫苗突破性感染 因為疫苗突破性感染 有些時候還要看你的疫情高冷 你如果疫情如果越高 累積量越高的話 就能量越高 表示你沒有打疫苗的人力 還是有一些疫情感染之後 那就會容易跟這個已經大波疫苗接觸 那你接觸之後 感染突破性感染的激烈就會上升 所以我們一定要把它當成淨壞 結果它變成這樣 所以我們就是說 我們為什麼口罩射銷激烈還是要維持 沒有辦法放掉 雖然我們降級二級 但是二級降級不能放掉